近来在台湾岛内 对九二共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持续引发讨论 马云九二十六号再度提醒 并呼吁蔡英文不要翻错历史篇章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当天也发文承认 关于九二共识国民党内眼下至少有两种不同主张 国民党内能否就九二共识凝聚共识 国民党内关于九二共识的不同声音 从激荡到融合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郑又平带来深度解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即将被改组 从独立机关变成横跨电信 网络及传播等五大领域的超级部门 民进党当局这一大动作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政治目的 面对岛内舆论强烈反弹 民进党当局这一改组计划 能否按原定流程在台行政机构 和台立法机构顺利通过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郑又平 为您全面分析 美国防长埃斯珀26号突访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协商驻德美军检员计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目前各国高层会晤多以视频方式举行 美国防长亲自现身到访北约总部 是在释放哪些信号 近年来美德两国关系倒退 双方局与不断 美德关系是否面临脱轨风险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看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瑞士海峡新看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本狼迷游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卷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狼迷游金砖会务用酒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马英九日前在脸书发文呼吁蔡英文 让两岸重回酒而共识基础 遭到蔡板回应反驳 历史已经分向新的一页 对此马英九办公室26号再度呼吁并提醒蔡英文 要避免翻错历史篇章 岛内关于酒而共识的讨论不止于此 国民党主席江启晨26号晚发文表示 开启讨论是改变国民党的起点 党内的讨论不该成为民进党分化挑拨的破口 针对蔡英文办公室日前表示 历史已经翻向新的一页 马英九办公室26号表示 马英九施政八年期间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与大陆签订23项协议 为两岸带来和平与繁荣 如今这些协议也都在有效运作 还是现在进行事 如今蔡英文已完全失证四年 而且又以817万高票连任 何不展现辣台妹所谓 抗中保台的勇气与魄力 主动终止这些九二共识的产物 翻过一页走向新的时代 否则一方面猛批评马英九的 两岸政策主张过时 却又紧抱着九二共识 所谓过时的成果不放 岂不是双重标准口闲体正直 马班还表示 时代的巨轮不断向前迈进 历史会翻向哪一页 端看为政者的智慧 再次呼吁蔡英文 慎思民辩 避免不慎翻错页 成为错误的历史篇章 党内关于九二共识的讨论 仍在继续 中国国民党改革委员会 日前提出的两岸新论述建议案 遭质疑是在淡化九二共识 引发舆论争议 党主席江启臣26号 对此再次作出回应称 一多人关心国民党前途愈好 以过去一周的热烈讨论来看 改革委员会的第一步是成功的 江启臣称 目前国民党内 至少有两种不同主张 一种认为九二共识 维持两岸对话 对台湾安全繁荣至关重要 目前尚无替代方案 不应放弃 另一种认为 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不应只有九二共识 要勇于找寻更多可能 他认为两种主张各有道理 也不必然相互冲突 江启臣说 当前对两岸论述的讨论 就是改变国民党文化的开始 我们如何讨论 也会决定国民党 能否在民众心里 树立崭新的形象 然而 国民党的勇敢改变 党内的正面讨论 不该成为民进党 见缝插针 分化挑拨的攻击破口 不过 由于目前的两岸论述 组织改革等建议案 引发党内反弹强烈 江启臣也预告 将于7月5号开始 到各县市巡回说明 与基层党代表 党员座谈 凝聚共识 在9月党代会前 提出最终的改革方向 并提交国民党党代会通过 好 这次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卢强 好的 杨阳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要感谢 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好 首先来看 蔡英文和马英九的互呛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也做了具体的介绍 那么教授 您怎么看马办批评 蔡当局的双重标准 口弦提正值 这就典型的说明了一件事情 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当局 是标准的心口不一 其实呢 他们在嘴巴上是占尽便宜 而且对于中国大陆是 极端的不友善 甚至于不断的制造各种的对立矛盾 但是与此同时呢 他们对于过去基于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签下来的23项协议 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 尤其是他们当年权力杯葛的 这个两岸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 ECFA 对于ECFA所带来的红利 所带来的给台湾的各种的福祉跟利益呢 他们是完全不再去碰触了 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执政需要靠这一个 ECFA所带来的经济红利 为他们垫底 为他们撑住这个基本盘 其实民进党到今天为止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必须讲他的执政千疮百孔之外 而且是乏善可成 没有任何的突破 曾经一度寄予厚望的新南向政策 就在前一阵子寿终正寝 而且承认失败 看得出来 民进党在财经方面呢 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所以他唯一能寄望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我们也知道 台湾对中国大陆每一年的初超呢 高达300多亿美金 而且呢 台湾的出口里面 41%到43% 是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数据摆在那 民进党当局当然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脱钩 可是嘴巴上还要不断的 在说希望跟美国一样 要跟中国大陆的经贸脱钩 像这样子的作为心口不一 自我矛盾呢 可以说是民进党执政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今天马云九办公室 愿意出来讲这个大实话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 蔡英文面对这样的批评 根本不敢回嘴 因为很简单 他们是心虚嘛 前一阵子我们也都讨论过了 蔡当局现在是非常紧张 他们生怕ECFA的这个延续呢 会出问题 甚至于出面由陆委会来喊话 希望政治跟经济要分开来对待 希望能够让ECFA持续的推动下去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以及他的执政团队 完全没有能力替台湾开拓其他的 所谓的这个经济的出路 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的话呢 迟早有一天 他的这一个激进冒险的路线呢 会让两岸关系面临到一个 极为险峻的这个情境 在那个情境之下 两岸现在有的这些协议 要顺畅的运作 正常的推进 恐怕就会出现了很多困难了 到那个时候的台湾 真的不知道该要如何给自己 解开那一个结 或者是那一个这个套 我们看到在国民党内 对于两岸新论述建议案的反弹声 让江启臣也不得不重视 他在脸书上承认 目前国民党内至少有两种不同主张 同时预告将在7月5号开始 到各县市巡回说明明具共识 那么谢先生 您认为让国民党内不同声音 从这个激荡到融合 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国民党的定位来看 今天就是因为国民党连续 在好几次的选举都输了 然后输到大家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可是我们要回归问题的本质 你国民党在台湾你的定位是什么 你要为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你才好来调整你所谓的一些论述嘛 可是你现在不是 你是直接说 我先直接调整论述 我认为我选举输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两岸论述不能够吸引年轻的 不能够吸引中间的选民 所以才造成我连续两次的一个选举的一个失败 但是问题是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你的党名叫中国国民党 你现在要先回归 你在台湾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定位 你是要帮台湾人民谋取福利 还是你一切只向那个选举看 这个就是你的定位的一个问题 其实国民党内部 对于所有的两岸的论述 其实是非常分歧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你只要找二三十个人来 每个人对两岸关系 都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你这样一群人下来 就是二三十种声音 你拿你这一套论述去下乡 你到每个地方去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办呢 而且你这个新的论述 讲句实在话 我们也听到不少的风声 很多的基本的支持者 他们都感到非常的一个失望 就是说你国民党 怎么可以偏离原来的路线那么远呢 对不对 然后你只为了选举一个考量 就是我提出这个所谓的四个资助 这个新的论述 然后大家自己觉得 很满意 自得意满 觉得这套论述非常的好 可是问题是你要想想看 你的基本支持者如果走掉了 你又找不到新的一个支持者来 然后你又无法吸引中间的选民来支持你 你在2022你怎么选举 今天国民党输 不是输在九二共识 也不是输在你的两岸论述 而是输在说你从头到尾 都没有跟台湾民众讲清楚 说明白 九二共识代表是什么 在两岸关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才造成了有机可乘抹黑九二共识 今天如果不是九二共识的话 这个两岸这个所谓的经济框架协议 它还会在吗 如果说你连两岸事务性协商的政治基础都不保的话 那以后你怎么跟大陆交往呢 对不对 那你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你的地位是什么呢 对不对 难道你在台湾你就跟着民进党做一个小绿吗 对不对 你要捍卫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党魂 一个党格 对不对 不要事事都是以选举为考量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个人认为说你国民党 你就是要坚守你自己基本的一个立场 不要让人家骂 笑说你没有党魂 你没有中心思想 很快的因为选速立刻把九号公司给丢掉 这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 毕竟你中国国民党 今天台湾几十年的发展 就是靠你中国国民党创造出来的 并不是民进党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 国民党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一个底线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 蔡英文去年就曾宣示要讨论设立横跨信息 资讯安全 电信网络及传播五大领域的数字主管机关 日前这一想法已经有了规划方案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口中的数字发展部门 将以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为主体 纳入电信监理 网络监理等业务 以及各部门的资讯安全单位 一旦改组成案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将从独立机关 变成横跨五大领域的超级部门 权力极大 我们来看 台媒报道称 台通信传播委员会主管通信传播监管 媒体证兆核发 对违反台湾通讯传播相关法令的事件 予以取缔和处分等等 一旦该委员会全并入蔡英文口中的 数字发展部门 归属台行政机构管辖 将从目前的独立机关 变成横跨信息 资安 电信 网络及传播五大领域的超级部门 独立监督职权将彻底丧失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丁一鸣表示 目前相关改组方案都还在讨论中 尚未定案 台行政机构所谓人事行政总处 副人事长苏俊荣则表示 这次改组 蔡办和行政机构都支持 相信各部门都不敢脱 预计八月以前会送到台行政机构 若或通过 最快下个会期送台立法机构审查 台通讯传播委员会 可能改组为数字发展部门的消息 引发岛内舆论踏罚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尤子祥表示 台通讯传播委员会 目前挂着独立机关招牌 外界都有双重标准 政治力干涉等方面的质疑和争议 若直接改为台行政机构管辖 将带来巨大危机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 民进党主政后 过往理想已不重要 在银河产业的发展同时 如何动用手中权力 有效掌控台湾发展方向 并确保长期主政 恐怕才是民进党当局最关切的重点 细数民进党当局 掌控和设立的各个部门 台选务机关从所谓公投案到罢涵案 早已丧失独立行使职权的分纪 肩负所谓转型正义任务的 促转会和不当党产委员会 本应公平独立行使职权 但最后也被质疑成了 民进党当局政治追杀的东场西场 分析还指出 行政权一旦掌控信息 资安 电信 网络及传播的管理生杀大权 若无相对应的监督力量 绝非产业发展之福 结果恐成所谓鸟龙式的民主 那我们接着来看 蔡英文选前宣誓要成立的数字发展部 已有规划方案 台媒报道 改组定案后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将从独立机关 变成监管与发展并行 掌管电信 网络及传播等 五大领域的超级部门 那教授这样的改组意味着什么 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 而且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发展势头 我们必须要说实在话 在知识经济 资讯经济 以及这一个网络经济的 知识经济的时代里面 要去搞一个这样的行政部门 把原来有的通讯委员会 从一个准司法的一个独立机构 把它变成是行政部门 譬如说像苏贞昌 蔡英文这样的人 他可以一手掌控的这个机构的话呢 那么人们就担心了 这不是就变成了当年民进党 一直想要搞的东厂西厂 这样子的一个特务单位吗 用它来操控全台湾的老百姓 民间社会的所有的脑袋瓜里面想的东西 以及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耳朵可以听得到的 可以读得到的所有的内容 这一些就意味着说 民进党想要透过这个部门的设立 一方面掌控这个部门所管理的 这个整个产业的经济利益 二方面要利用这个部门 来掌控全台湾的思想跟政治的自由 而且会形成一言堂 它主管的是电信 网路 传播 资讯 资安 这五大领域它不只是管制 它还可以去管你的资金 技术 人员 运营 还包含了你所有的内容 然后最可怕的是 它有决定每隔几年 是否要继续发放 执照让你运营的这个能力 这个权力在它手上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予取予求 因为你投资了数以十亿百亿计的资金下去 你只要有稍微违背绿营 或者是台独当局的这种理想 思想目标的话呢 它随时可以找理由去给你穿小鞋 去刻意的刁难你 然后最终的杀手剑 就是让你的应银之兆 从此再也无法继续这个更新 这么一来 你等于一切的投资全部要归零 所以所有的媒体或者是网路呢 一定会在这一个部门的管制之下呢 低头臣服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我们非常的忧心 民进党处心积虑 这件事情势在必为 可问题是说 当这一个部会成立之后呢 当这一个部门成立之后 我们可以预期在台湾未来 任何的媒体 如果你敢再去批判民进党 或者是台独路线的话呢 你绝对会惨遭灭顶 它一定会用行政的权力 来权力的打压 钳制你 所以民进党号称民主进步的一个政党 居然会做这样子的 法西斯式的这一种作为呢 实在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那么目前在岛内 我们也看到对于这一议题 有很大的反弹 但是民进党方面 似乎很有信心 台当局所谓 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苏俊荣就说 这次改组 蔡办和行政机构都支持 相信各部门不敢脱 预计会在8月以前送到台行政机构 如果获得通过最快下个会期 送台立法机构审查 那么谢先生 您认为这一次的改组 会如同苏俊荣说的这么顺利吗 当然会很顺利啊 毕竟民进党在台湾的那个立法机构 他们是掌握过半席次的嘛 他们现在是为所欲为 他们想要什么时候送 不是什么时候送 而且保证一定会通过 毕竟他们在立法机构是过半的 你要打架他也不怕 你要吵架你就放马过来 所以说他们在台湾的立法机构 就是这样蛮横的一个作风 毕竟他们这次还是过半 所以他们敢这样放话 表示他们真的就是要这样做 这个就是台湾人投票出来的结果 大家都必须共同来承担 这是所谓的一个共业的一个问题嘛 就是说你今天让民进党为所欲为 然后呢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对不对 这是大家共同要面对的 民进党他们如果是说 下个会期送到台湾的立法机构 一过了之后对不对 他们等于是说 他们已经开始为2022的选举在布局了 就是我不管我的经济做的再怎么差 我的疏控方案的民众再怎么不欢迎 我只要能够压住那些不喜欢的声音 我永远体现出来的都是我 我做的非常好的那个一面的话 民众的自然而然 就会受到这些所谓媒体的一个 传播的一个影响 继续支持民进党 然后让民进党在2022的选举 大获全胜 所以说他们这一个就是 程度刚刚郑教授说的 他们这是前论思想 然后呢 进行他们所谓的一个政策传播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在2022之前 我要保持这个优势 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盘算 好 感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国民党籍高雄市前议长许坤源 于6月6号 韩国瑜被罢免当天坠楼身亡 家属27号上午 在高雄市殡仪馆举行告别事 国民党内大佬马英九 吴敦义 朱立伦等人 以及党主席江启臣 都南下高雄出席 许坤源生前好友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也率领前市府团队到场制议 送别老友 许坤源6月6号 从住家处17楼坠楼身亡 结束63岁生命 27号家属在高雄市殡仪馆 举行告别事 国民党内大佬 马英九 王金平 朱立伦 洪秀柱 吴敦义等 都到场致哀 台湾民众党主席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大早也由台湾民众党 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 吴义正等人陪同 到会场碾香向家属致意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更率前市府团队到场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率 众人替许坤源骨灰 盖上国民党党旗 并颁发奖章证书 表彰他的贡献 韩国瑜在朗读纪文时 介绍了好友许坤源的生平 称赞他对高雄的贡献 无愧于生养之地 以高雄市的建设为优先 政党色彩摆旁边 这一份坚持 让我们许坤源议长 在高雄赢得的口碑 赢得了无愧于心 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 李梅珍在出席许坤源告别事实 受访表示 公道自在人心 希望议长好好休息 我们会努力不让他失望 国民党内包括马英九 朱立伦 江启臣等重量级人士 也纷纷表达对李梅珍的支持 强调定会全力复选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是杨阳 本欄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将大幅减少驻德国美军人数之后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26号突访北约布鲁塞尔总部 与欧洲盟友协商驻德美军减员计划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当前高层会晤多以视频方式举行 因此埃斯珀26号现身 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令人意外 根据北约会后发布的新闻公报 埃斯珀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讨论了驻德美军减员问题 本月15号 特朗普以德国拖欠大量北约军费 是巨资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等理由 宣布将把驻德美军人数 从现在的约3.45万人减至2.5万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要求美国国防部 今年9月前从德国撤走9500名美军 并规定任何情况下 驻德美军人数不得超过2.5万人 本月24号 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 与到访的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 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 美国将把部分从德国撤出的军队 部署至波兰 特朗普说 波兰与德国不同 是为数不多军费开支达标 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 北约成员国之一 把部分驻德美军转移到波兰 还可以向俄罗斯释放强烈信号 起到震慑作用 不过特朗普和杜达都没说 美军增兵波兰的人数 也没提时间表 据悉驻波兰美军现有大约4500人 为轮替驻军 波兰近年来从美国采购大量先进军备 并邀请美国在其境内永久驻军 特朗普的态度也让外界注意到 与美国打得火热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与其主要欧洲盟友之一的德国 近年来却关系倒退 双方举语不断 6月初 美国两党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 目的在于扩大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 制裁范围包括 为该项目提供认证 保险和港口设施的所有公司 彭博士25号援引多名 匿名德国官员的话称 德国正在考虑推动欧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来挑战美国的制裁 德国官员们表示 德国政府认为 尽管欧洲国家在这个俄罗斯主导的天然气项目上 仍存在分歧 27个欧盟成员国 仍会集体应对美国对欧洲能源利益的直接干涉 针对驻德美军减员计划 军费争议 以及美国扩大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地时间26号 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有重要的理由继续维护跨大西洋联盟 但如果美国自愿放弃其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 那么德国就必须从根本上好好考虑 未来的跨大西洋关系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当地时间的26号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突访北约总部 协商驻德美军的检员计划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目前各国高层会晤 多是以视频方式举行的 那么埃斯珀此举也是令外界感到意外 美国防长是在释放哪些信号 确实我们会看到 美国防长突然到访北约总部 其实背后有几个方面的意图 首先是处理美国与德国 以及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此前当美国单方面宣布 要从德国进行撤军的计划之后 德国方面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出 一方面是对美国表示不满 同时也强调 美国并没有权利 来单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需要与北约来进行协商 也就是说撤军与否 需要得到北约内部的一致的同意 才能够最终的执行 那么现在美国的防长 到访北约总部 也是希望就美国推出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与其他的各国来进行沟通 最终能够达成一致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访问背后 也反映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尤其是美欧之间 在安全防务等一系列的问题上 目前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 一方面美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 极为不满 包括当前在防备俄罗斯的问题上 在能源合作等一系列的问题上 美国认为欧洲盟友 并没有与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同样从欧洲的角度来说 欧洲更多考虑到的是 集体防御的问题 而美国对于北约的傲慢的态度 以及轻视的态度 让欧洲也是极为担心 所以双方需要通过这种 面对面的方式 来尽可能的弥合分歧 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个疫情蔓延的形式下 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欧洲 以及对于北约来说 都是现实的挑战 疫情使这种军事上的部署 以及安全上的合作 受到了现实的影响 所以下一阶段 尤其是在疫情后 如何来应对世界的变局 包括大国之间的关系 也成为北约内部 需要协调的重要的任务 所以这样的一次访问 应该说是承载了多方面的功能 美国与其主要欧洲盟友之一的 德国近年来 是关系不断倒退 双方举语不断 那么针对驻德美军减员计划 军费争议 以及美国扩大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 德国总理默克尔 此番回应可谓是火药味十足 那么以您的观察 美德关系是否面临着脱轨的风险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 即使出现了棱镜门的丑闻 也就是美国对德国的高层 进行监听的活动 对于双方之间的关系呢 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美德都在小心翼翼的回避 对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 造成更加深入和更加负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呢 我们会观察到 从这个特朗普就任之后 美德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或者是多层面的问题上 都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那么从这个具体的层面来看 包括近一时期 美国从德国撤军的问题 美国对德国在这个军费分担上的不满 其实是这个现实问题的一个层面 而另外呢 在这个经贸的问题上 美国也在不断的 向欧洲盟友 包括德国在内进行施压 那么同时呢 在这种地区问题上 美国和德国在这种中东的问题上 以及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问题上 也存在一系列的分歧 那么在理念上呢 同样 德国呢 支持全球治理 在难民等一系列的问题上 希望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而这与美国当前的政策 也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呢 多方面的这种矛盾呢 致使美德之间 在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局域 而美国呢 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 也对德国产生了更多的这种不信任感 让德国呢 在对美国进行关系调试的过程中 感到极为的不适 所以现在的这种矛盾的爆发 其实是深层次的一些问题的逐渐的累积 而但是呢 我们同时会看到 这并不意味着美德的关系即将脱轨 美国与德国之间将分道扬镳 双方之间呢 仍然强调 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有共同的理念 同时呢 也希望能够在北约的框架下 继续来进行合作 尤其是从德国的角度来说 德国高度依赖 北约所提供的这种防务上的支持 尤其是在去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 提出了北约脑死亡 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德国是明确表示反对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态势 以及背景来看 美国也需要德国 在北约内部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双方之间下一阶段 关系不会变得更好 但是从此分道扬镳 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就美俄关系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除了军队之外 美国可能将战术核武器 从德国撤出 部署到波兰 那么这一消息 在俄罗斯政界战略界 以及媒体圈 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此外呢 美国军舰飞机 进来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也是动作频频 美国这一系列的围堵动作 将对美国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俄罗斯方面又将如何反制 其实我们观察 近些年美俄之间关系的发展 会发现呢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俄罗斯希望能够与美国 保持这种关系的稳定 甚至能够通过战略的沟通 来消除部分的分歧和矛盾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 尽管在美国内部 从特朗普本人的角度来看 他希望能够与俄罗斯加强关系 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高层 应该说对俄罗斯的防范戒备 是根深蒂固的 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 所以美俄之间的关系 在近年来的发展的过程中 产生了更多的尖兵 而没有更多的这种回暖的迹象 那么在当前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我们会看到呢 俄罗斯首先担心的是美国的步步紧逼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 俄罗斯已经多次对美国 对于北约产生了失望的情绪 在两德统一之后呢 俄罗斯获得的承诺 是不会出现北约东扩的情况 但是我们会看到 现在北约东扩 已经扩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那么同时呢 就这种战术武器的部署的问题 北约呢也在逐渐的进行 这种立场和承诺上的突破 也让俄罗斯感到格外的紧张 那么现在涉及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双方达成的另外一个协议 也就是不在这个新北约的国家 来部署核武器 那么如果北约再次打破承诺 对于俄罗斯来说 无异于是又一次的刺激 而这种刺激呢 是会产生一种累积的效应的 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呢 当前北约以及美国 在俄罗斯周边进行的 一系列的军事活动 明显有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试探 同时也是在战略挤压的这种意味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俄罗斯当前的选择 一方面是要坚守自己的立场的底线和红线 但是同时呢 又要尽量的小心 要避免卷入一场军备竞赛 使俄罗斯的国力受到更多的消耗 从长期来看呢 对俄罗斯造成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过程中 俄罗斯呢 仍然在寻求出骑兵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同时呢 也在不断的提醒对手 保持战略稳定 是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的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会